解决得到比较紧张的资金情况问题 但你一天都未完全清除得到这个忧虑 对股价构成压力相对上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博内房股 可以整体经营环境去改善 从而令到市场出现股值收服的话 应该从两个方面去做一个部署 一是这些不停下跌又怕债务比较重的 是其中一类 如果选择的话就选择 我觉得你选择用厂中国 其实同样已经开始减减很多债务 但市场人通常是陈大堆下去的时候 这一类也很多时候都有份 你见到近期走势来说都是同样的 慢慢整股 今天来说它是相对上排得最前的内房股 但它是最厉害的 所以如果你是找一些 风险高一点的内房去买的话 我觉得直博率比较高的话 我觉得用创中国 其实是其中一类可以考虑的内房股 你见到它额装一页 上来其实挺强的 你如果去买的话 其实你真是现水平 你博进去吧 你博整体内房股是一个收服的话 如果它真的失去升轨 又或者它远远15元的话 你短期都应该要走一走 这些比较是威士忌的选择 内房子中的选择 另一些可以找一些比较低风险的 龙湖来说其实它没有踩中三条红线 本来财务来说相对上稳健 你见到其实它博进去的时候 其实它相对上很多比较担心一些的 或者是高风险高高的内房 它的跌幅其实相对上温和一些 比较早已经开始在底部整固回来的 其实你整固完之后 其实它不是说再继续如何沉底 今天压一下 也要抄回7%上去 所以如果你是想找一些比较稳健一点点 如果你有没有足够三条红线的内房股 去博取内房估值收伏的话 龙湖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只可以考虑的选择 反而如果它真的是掉头 掉头你跌回上街的低位 其实它也是穿轨的升轨 就是34元 如果跌回穿34元的话 那又走 这些估值收伏的story 你很难会猜到它到底可以弹得多高 那都是用一个比较最重要的方式 就是如果它向下 失去一些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你宁愿就走上去 另外就是 如果你真的买入了进去 它继续飙上去的话 你定买入价去做一个止蝕 这样是为之一个保守的做法 因为你始终 虽然整体我相信经营环境也好 或者是市场的气氛也好 其实是有机会去改善的 但是就要留意一点 就是这些是比较受一个政策因素的影响 当下是照到你应该去出口 说可以控制得到 你又放宽 又没理由突然之间又来过U-turn 但是你永远都不排除这些政策的东西 就是大家估不到的 所以就算你买入去之后 你还是要看得到 短期来说 整体上大部分不少都捉了底 然后是个别开始 今天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集体突破 好了 你 你 你 按摩